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 现阶段 在留学的过程中 已经出现了不少的跨国婚姻 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女孩 嫁给了非洲的男人 出于爱情的原因 嫁到了比中国更勤穷的地方 相信作为家长的中国父母们 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仍有不少的中国女孩子 嫁到了非洲去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爱情 不过当他们嫁到了非洲去了之后 每天烦恼的事情也就来了 有些人会烦恼当地的经济文化 和中国的差距实在太大 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习惯 比如说 在非洲的住房问题 完全是无法和国内所比拟 让很多的中国女子 被一些满嘴跑火车的非洲男子欺骗 从而嫁到了非洲的农村 他们是新房结构很简单 牛粪 树枝 还有泥巴和枯草 这就是房子的主体结构了 除了居住的问题 想来最让这些中国媳妇 烦恼的事情 就是一日三餐了 因为文化和习惯的不同 外加当地资源的匮乏 很多嫁到当地的中国女子 都表示无法习惯当地的食物问题 传统的非洲国家 主要是女人干活 种地 带孩子 做饭 黑人的男人是不带孩子 不做饭的 女人在黑人和阿拉伯男人眼里 就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别说平等 根本就没有地位 所以憧憬美好爱情 和幸福生活的中国女孩 当你遭遇到黑人和阿拉伯男人的穷追不舍时 你一定要三四哦 你选择了他们 就等于选择了另外一种文化 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对你们的后代负责 前面等待你的可能是非人的暴力 和水深火热的深火 你要准备好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